Premier Pro是英文版的 但是你的英文不好 沒有關係 這期影片我會將你快速的切換成中文版本 哈囉大家好 歡迎畫面我的頻道我是 Grayson 每次我會在這裡分享 社交媒體網路的創業 以及跟品牌打造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能夠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之前有發兩部關於Premier Pro的影片 然後就有很多觀眾告訴我 他們想要用Premier Pro進行剪輯影片 但是他們下載的版本都是英文版本 他們英文不好 所以很多介面的意思他們都看不懂 Premier Pro是可以切換語言的 你可以切換成很多種語言 同時你還可以切換成雙語 我個人推薦大家 在你一開始剛入門的時候 如果想熟悉Premier Pro的介面 你可以先看中文的版本 但是當你逐漸熟悉之後 我建議大家切換回英文的原版 因為我們都知道 儘管Adobe家的軟體功能都很強大 但是它們也是出了名的不穩定 所以為了盡量保持軟體的穩定性 建議大家切換成英文的原版 同時我也準備了一份高效影片剪輯攻略 可以讓你快速的提高影片剪輯效率 讓你節約很多的時間 我也把免費的下載鏈接放到底下的評論區 大家可以去下載一下 那麼話不多說 現在就開始我們的教程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打開了Premium Pro 我現在的介面是英文版的 首先我們就新建一個項目 選這裡新建項目 現在我就新建了一個項目 然後Windows的用戶按住 Ctrl加F12 蘋果的用戶按住 Cmd加Fn加F12 就會出現這個項目 然後我們點擊這個標誌 這裡有個Debug Database View 在你選擇完之後 就進入一個新的頁面 我們可以在這裡找到一欄 叫Application Language 現在我顯示的是英文 英文的代碼就是 EN下橫線加上大寫的US 現在我改成中文簡體 那我們就改成ZH下橫線加上大寫的CN 在更改完之後 我們關閉這窗口 然後關閉整個Premium Pro 現在我重新打開了我Premium Pro 現在我們可以發現 我的介面語言變成了簡體中文 如果你想更改其他的語言 例如中文繁體 還是一樣的方法 Windows用戶按住Ctrl加F12 蘋果的用戶按住Cmd加Fn加F12 在這裡就會出現控制台 我們選擇旁邊的這個標誌 我們選擇Debug Database View 在這裡找到Application Language 中文繁體的代碼就是 小寫的ZH 然後下橫線 再加上大寫的TW 英文是 小寫的EN加上下橫線 再加上大寫的US 日文就是 小寫的JA 加上下橫線 再加上大寫的JP 好文的就是 小寫的KO 加上下橫線 加上大寫的KR 如果你想顯示雙語系統 你可以點擊這個Application Language Bilingual 勾選這個選項 然後我們關閉這個控制台 關閉Premier Pro 現在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的介面變成了雙語系統 有中文簡體 配合上英文 這可以讓你很好瞭解 每個中文所代表的英文 可以讓你更容易上手 之後你就可以完全看懂英文的介面 希望這期影片能夠幫助大家 把Premier Pro切換成自己熟悉的英文版本 但是有什麼問題 或是今後想看影片的話題 也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 大家也別忘了去免費的領取 高效影片剪輯攻略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Premier Pro的教程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這些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點個讚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關於影片剪輯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期見 掰掰